哇,大家看这个房顶 这些建筑都是以前的古建筑 所以说不愧为白鹿古村 上千年的历史 一人一车,打卡全国客家乡镇 大家好,我是成都阿雄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江西贯州贯县的白鹿古村 这里是一座上千年的古村 当地也全都是客家人 有很多我们的客家建筑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路边这里有一个石头 上面写的是白鹿古村江西省林业局 干县乡村森林公园 后面就是停车场 我的车就是停在这里的 刚才我就是从这边过来的 这里有一条小路 然后前面还有一座桥 这个桥看上去都很有年代了一样 前面这里还有一条非常大的河流 河流的对面就是当地老乡居住的房屋 看这个房屋修的好有特色 房顶都有很多这种做的造型 很有特色 看这条河流好大 我们去这个火村里面去逛一下 看一下当地老乡生活的环境 我看见刚才有很多人都是从这里进去了 我们也从这里进去 看旁边就是山 我们客家人修的房子都是依山而建 然后旁边都是江水 刚一走进来就看见这里有一座老房子 这个是老房子 看见没有 我们江西客家老乡居住的房屋 这里还有一个雕塑 就是以前的人磨豆浆吧 应该看下面是石墨 白露村的古建筑 在整个江西都是保存的非常完整的一个客家古存落 大家跟着阿雄的镜头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座建筑大门是打开的 我们进去里面参观一下 这里写的是红内堂 江西传统建筑 以前的老房子都有这个门槛 一进来 看这里都是用的砖铺的 这种砖都是以前的老砖 这个圆形的这个洞是干嘛的 有没有知道的老乡 有两个 有两个洞 然后这边就是老建筑 我们看这个门 都是木头的 木头修建的 上面写的是什么镜室 我们去里面看一下 一进来就看见一个天井 这个天井就是我们客家人的标志性建筑 几乎在江西这边每一个池塘里面都有天井 上面就是天窗 红略塘 是不是 这个白鹿古村里面的客家古建筑啊 非常多都导存的非常完整 我们继续去参观其他的古建筑 大家看我们从这座古建筑一出来 就看见前面有一个池塘 鱼塘 也可以叫鱼塘 对面也是一座老房子 以前江西老表客家人居住的房屋 这里还有老乡喂的鸡 两只 一只母鸡 一只公鸡 刚好 这里是一个广场 广场还有一个走廊 凉亭 旁边这里还有一个造型 这个造型是什么 是烟囱 还是 我有点认不出来 有没有知道的老乡 然后旁边这里就是古建筑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座古建筑 门是关着的 进不去 但是我们可以看见 在这个房墓的背后 有一排的竹林 所以我们客家人一般在房子后面都会种竹子 旁边这里还有一个福神庙 福神庙旁边还有一棵大树 我们在外面看一下就好了 因为还有很多古建筑 我们继续去前面参观一下 然后发现这里有一个池子 里面放了好几个石头 都是正方形的 方形的 我看有多少个 总共有十个 大家看一下总共有十个 不知道这个石头是用来干嘛的 有什么寓意 然后前面就是客家古建筑的侧面 我们走这条巷子 进去里面看一下 我们跟着这条古巷子 去里面看一看 哇 走在这里都是古色古香的 而且特别的凉快 哈哈 这里写的是 王太夫人词 哇 之前老乡给我说的应该就是这个种词 是专门纪念一位女士的 王太夫人词 这里面就是王太夫人的一个中词 大家看一下 里面就是这样的 我们当地老乡之前就是让我来这里来看一下 参观完王太夫人词 我们继续往里面走 里面还有很多古建筑 哇 我们站在这里 看这个建筑真的修得好高好大 可想而知以前古人的智慧啊 真的是 这个上面的介绍已经看不清了 旁边这里有一个 我们看一下这里的介绍 上面写的是南善堂 乾隆年间建 一栋两厅 上厅怀永堂 下厅南善堂 江西传统建筑 南善堂 干县区人民政府里的 走到这个角落的时候 我发现这里还有一口井 看 旁边还有石凳子 平时当地的老乡应该坐在这里休息啊 我们看一下这口井 哇 这口井应该也是古井了吧 然后这座古井的旁边就是一座古建筑 上面写的是江西传统陈落 拱祥堂 大家看这箱子里面的路都是用石头和水泥 然后这样修建的 这里就是刚才我们看见的王太夫人池 然后旁边这里上面也是一个古建筑 哇 大家看这个亭子啊 看这个亭子都很有历史年代了 非常古老了 上面还写的有字 白鹿 什么 大家认不认识 考一下你们 走到这边 就是靠近山上了 后面就是山 背面有靠山 这里几乎都是到这个后面的山上了啊 背后房子见到山上来了 这里还住得有人 那看一下这里的古建筑 这座古建筑应该就是白鹿村最高的一座古建筑了吧 哈哈 哇 不一定 我看见旁边这里还有楼梯啊 这座古建筑上面写的是 太守近公尺 我们过去前面看一下 哇 这个门口还有两尊石谷 这个以前出过文状元 而且这个石谷上还刻有花纹 这个图文刻的是什么 大家认不认识 这边的也刻的有 两边都刻的有 以前看见的中尺外面都没有花纹 今天看见的这个古上还有花纹 这里写的是太守近公尺 又名保中堂 一进来看见这个门啊 门都是用的黑色的油漆 漆过的 看着还挺新的 这个应该是重新修缮过的 应该重新修缮过 不然的话不会这么新 哈哈 因为历史年代比较久远了嘛 看这里面这个墙上 也是有很多花纹 然后旁边这里还有一个木头的这个 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 这个是不是一个箱子啊 用来装骨子装米这些的 很像一个箱子 站在这里看这个古建筑 感觉有点像以前的衙门啊 因为以前经常看古装剧嘛 那个衙门的造型 感觉就是这种的 特别像 最里面这里也是一个天井 看见没有 呃背后就是墙了 就没有了 旁边应该是房间 正在我打算出去的时候 突然看见前面还有好多公民碑 之前进来的时候都没有发现 这个公民碑好像是没有动 没有动的好像就是文官啊 有动的好像就是五官 是其他老乡跟我讲的 然后这个太守进攻池旁边这里 还有一条路 好像可以上去上面 那我们都来了继续往上走 看一下上面是什么样的 这里修的就跟城墙一样 啊 就跟以前的长城差不多 哈哈 我们上来上面看一下 啊上面种了好多竹子啊 这里应该就是山顶啊 大家看一下 看背后 都是种的竹子 大家看这后面 种了好多竹子 下面就是太守公尺 哇 这个建筑修得很漂亮 这里应该就是山顶了啊 对面就是整个白鹿古村的样貌 非常的漂亮 这边还有一条小道 是在山的旁边 这座山上种了好多竹子 哈哈 大家看 前面这条路应该就是围绕着这整座山 背后转一圈 看风景的 然后我们站在这里 还能看见整个白鹿古村的样貌 看这边就是刚才我们走过的地方 哇 大家看这个房顶 好 这些建筑 都是以前的古建筑啊 所以说不愧为白鹿古村 上千年的历史 大家今后有时间 一定要来这里看一下 非常不错 哇 现在好热 刚才走了好多地方 哈哈 现在又爬到山顶上来了 这个全身都在出汗 刚才我看见这里面的古建筑啊 它有些建筑刚开始看见的 就是很有我们客家的特色 但是后面看见的古建筑啊 有一些就没有客家特色 可能这里以前有一部分是客家人 有一部分是其他的 我感觉这个白鹿古村 还是非常值得来的 因为里面没有商业气息 很多都是比较原始的样貌 特别是这些古建筑都保存的比较完整 所以说以后你们有机会 一定要来看一下 接下来的话 我就打算到 赣州的新国县城里面去了 去那边再了解一下当地的一些客家 人文历史啊 特色 美食啊 这些 没有点关注老乡 记得点个关注 谢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